宝贝 你可不可以再发一次那首歌给我 我之前就是开刀 所以呢 就一直在养身体 三个月之内要做两个大手术 我行的 我能够撑 然后希望一切都好 我这是把真的 真正的好的声音把它留下来 我一定要去对这个 以后的这个月谈 因为他需要你们这样的声音 需要的 所以我会好好去做 李文年初重大手术 任心系学员 对比好声音他怒轰 毫无同情心 你们最低分的73 那个人可以再比一次 我的88.3的不可以 就是这段网上流传的片段 因为节目不公 让李文挺身而出的学员周飞哥 在昨天半夜发长温还原比赛过程 当时别的战队有三个人 而我们主战队只剩两个人 赛制规定美族的第一名晋级 剩下的人带定参加第二天的晋级赛 但当实战队只剩两个人 故意88.3被淘汰失去带定资格 而后来就发生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好开心看到你们 啊 其实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一直都在看的节目 我也很开心呢 可以做到你们的导致 希望你们 也可以接受我做你们的导致 你们可以吗 可以 那就好 他们对你好就行了 对你不好你告诉我 你开心就好 李文替学员挺身而出后 还私下传讯席关心鼓励学员 而继则彭周飞哥发声完 第三个李文特别照顾的 他对学员杨灿 沉寂几天后 也发声公开李文的温暖 以及揭露好声音的真面目 在决赛当天 李文老师脚似乎因为腿伤走不了路 节目组还大声催促快点快点 唱歌镜头甚至被切成黑白色 不好意思 我的声音很沙哑 我最近就是为了这个工作 付出很多的努力 也要常常熬夜 做编曲做音乐 然后仔细的去听他们唱歌 教他们唱歌 努力的做 而且永远给100分 不能给98 99都不可以 为什么要给100分 因为你可以 因为你可以 永远要给人家你最好的一面 因为你是可以的 而且你应该 因为你一个这么优秀的歌手 你的未来 你的态度 会判断一切 我希望你拥有一个非常 就像你在舞台上的那种阳光 正面 正能量 杨灿也爆料 因为替学员发声 和导演组杠上 李文很多节目镜头都遭删减 后彩 对 那些我都没有机会录嘛 那天发飙了 所以没有机会录了 现在他终于 他终于 给飞哥一个公平 公道的方式去 也有这个机会去唱 那我就OK啦 所以现在我就没事了 我会觉得 做人必须要有道德 而且我对我的音乐的坚持 对我的学员 要负责任 我这是把真的 真正的好的声音 把它留下来 我一定要去 对这个 以后的这个乐 乐坛 乐坛需要你们这样的声音 需要的 所以我会好好去做 智力替乐坛挖掘可造之材的李文 即便身体虚弱 刚做完手术 他还是发出 惨弱的声音 暖心帮学员作曲 亲爱的 我这几天的确忙 忙得辛苦 都到全身痛现在 没关系的 本来做所有一切都是辛苦的 我一点都不怕 只是昨天头脑不要累 我刚听了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这个继续 继续 继续下去 你想的melody 全部对我来说都是珍贵的 宝贝 你可不可以再发一次那首歌给我 我之前就是开刀 所以呢 就一直在养身体 没有在看手机 你再发一次给我 我帮你听听看哦 三个月之内要做两个大手术 我行的 我能够撑 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 然后今年必须要有突破 做大事 做一些事情是超越你自己 因为你有能力 你能的 你想到的 你就能做到